精通四门语言横跨四个时期 他的一辈子活了别人的几辈子 作为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 却被周总理点名参加文字改革会议 发明中国汉语拼音 他为何坚持要用英文字母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即将为您解密 大家好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我是幻知 我们的节目正在金视频APP上同步直播 节目一开始 想先问大家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大家平时打字在键盘上用的是 是什么输入法呀 第二个问题呢 是大家还记得小学语文第一堂课教的是什么呢 我想这两个问题 很多人的回答都是同样的两个字 拼音呢 它对我们的生活 对我们的学习有多重要 那就不用多说了 可各位知道吗 对我们这么重要的汉语拼音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呢 告诉各位 是新中国成立之后 是不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还有您更想不到的呢 中国的汉语拼音的发明者 汉语拼音之父 他是一位经济学家 听上去是不是很奇幻 那么为什么要发明汉语拼音呢 他又是怎么被发明出来的 他的发明者又是谁 这些个问题 咱们一个一个来回答 先从最后一个说起 画面上这位名叫周有光啊 当年制定汉语拼音方案 他是主要制定的 因此呢 很多人称他为汉语拼音之父 要说他的一生啊 还真是应了咱们节目的这个名字吧 经典传奇 怎么说呢 他一生跨越了晚清 北洋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因此呢 很多人称他为四朝元老 而他的求学经历呢 也很特别 他先后去过日本 美国 所学的学科横跨经济语言文化 三大专业 通晓汉英法日四国语言 那标准的学霸 后来还有人这样总结了他的一生 说他的一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五十岁之前 他是银行家 五十岁到八十五岁 他是语言文字学家 八十五岁以后 很多人连八十五岁以后都没有 对吧 他还八十五岁以后 他是思想家 他的一辈子 简直是活了别人几一辈子呀 所以说 他的一生是不是很经典 是不是很传奇 对了 还有一点忘了说 他还曾经跟世界上公认的最聪明的天才 神一般的男人 爱因斯坦 有过交集 说到这儿 估计大家伙对周有光应该充满了好奇 对不对 那本期节目 咱们就来好好地说一说 周有光的故事 周有光 1906年1月13号 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叫做清果巷的地方 周家原本是这里的一个名门望族啊 只可惜后来没落了 等周有光出生之后呢 周家早已经是一个普通家庭了 因此呢 他的童年和普通人家的小孩童年是差不多的 那我也不多说了啊 咱们直接从改变他命运的17岁 这个转折点开始了起 那一年发生了什么呢 怎么就改变了他的命运呢 他呀 考上了上海的一个圣约翰大学 介绍一下 这所学校创办于1879年 是中国第一所现代高等教会学服 民国时期著名的综合性大学 他呢 还有一个外号叫做东方的哈佛 这四个字 您一听就知道 这所学校有多牛了 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的 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军 参与设计北京香山饭店 法国卢浮宫的建筑大师贝宇明 缔造出李小龙和成龙等众多巨星的 香港电影教父邹文怀 上海滩最红的女作家张爱玲等等 那都是这所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啊 能够进到这样的学校读书 可以说周有光的人生啊 那就是未来客气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一般人做梦都想要进去 挤破脑袋还进不去的学校 周有光的选择却是 我不去 为什么呢 答案很简单 没钱 周有光考上大学的时候 正是家里最贫困拮据的日子 哪有钱给他交学费啊 更何况在上海还有那么多生活费那么贵 于是乎 董事的周有光主动啊 放弃圣约翰大学 改去南京一所免学费的师范大学 然而正当周有光准备前往南京的时候 情况有了新的变化 怎么呢 当时周有光的姐姐有一同事啊 听说他考上了圣约翰不屈 就跟他说呀 哎呦喂 你们真是糊涂啊 考圣约翰呢 比考状元还难呢 哪有考取了不屈的道理啊 就这么一句话 点醒了周有光的姐姐 最后周家人呢 咬咬牙 勒紧裤腰带 决定借钱给周有光 上这个圣约翰大学 后来呢 周有光顺利的进入了学校 如饥似渴的学习起来 然而没过多久 剧情又有了出人意料的新发展 欠了一身的债 好不容易进了圣约翰的周有光啊 竟然他闹起了退学了 这又怎么回事呢 这就得说到当时发生在中国的一件大事 1925年的5月15日 为抗议日商杀场的资本家 撕毁与中国工人达成的协议 工人代表顾正宏带领工人群众 冲进了工厂与之交涉 结果被日本人开枪打死 此事激起了极大的民愤 5月30号 上海学生2000余人在租界内散发传单 发表演说抗议日本资本家的暴行 结果英国巡捕竟然开枪射击 当场打死13人重伤数十人 逮捕了100多人 这就是著名的武萨残案 由此全国引发反帝怒潮 学生群情激愤 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也准备参与大游行 谁知道竟然遭到校方阻止 致使很多学生是愤然离校 这些人里头就有周有光 辍学欠债无业 周有光的人生仿佛坐了一趟过山车呀 从最高点一下子来到了人生的最低谷 不过各位也别太着急 老天爷在关上一扇窗的时候 也会为你开一扇门的 虽然周有光学业上出现了大麻烦 但是他的爱情之花 却在这个时候悄然盛放 话说1925年的一天 当时周有光正在老家小住度周末 突然家门口有人在喊 周妈妈周妈妈周俊仁在家吗 这个周俊仁是周有光的妹妹 而问这个问题的人 则是妹妹周俊仁的同学 她的名字叫张允和 这位在民国史上 可是响当当的一号人物 要说起民国时期的 名媛闺秀女中翘楚 大家可能会下意识地 想到一个组合 没错 宋氏三姐妹 那三位确实厉害 有人评价说 这三姐妹对二十世纪中国 拥有着不可思议的影响力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中国的历史进程 她们是二十世纪中国 最显要的姐妹组合 我觉得呢 此言不够严谨 我觉得至少这最后一句 应该加之一二字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当时还有一个姐妹组合 那也很牛啊 她们就是张氏四姐妹 张元和 张允和 张兆和 张冲和 她们四位各个是学贯中西 诗词曲画样样精通 论学识才华 绝不属于宋氏三姐妹 而且样貌性格那都是极好的 有人评价她们 一人便是一道风景 也有人称她们是 民国最后的大家闺秀 著名的作家叶盛桃 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久如像张家的四个才女 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就这句话您就知道 当时这四位在男人们心目当中的分量了 妥妥的女人啊 这里还要补充一句 这四位这四姐妹所嫁之人 也都是当时的头面人物啊 大姐元和嫁给一代名陵顾传介 二姐允和嫁给了我们今天男主角周有光 三姐赵和嫁给著名作家沈从文 四妹呢 嫁给了耶路大学著名汉学家傅汉斯 一时传为佳话 可以说宋氏三姐妹在政坛上 光鲜亮丽的时候 张氏四姐妹则选择在文化圈子里边大放异彩 因而有人这么评价张氏四姐妹 说她们的生活故事呢 其影响早已超出文人家话 不仅是一个大家族的传奇 从某种意义上说堪称半部民国文化史 说了这么多啊 关键信息不知道大家 get到没有 就是掌握没有 领会到没有啊 没听明白没关系 这里我呢 再敲敲黑板给各位画个重点 这张家四姐妹当中的二姐张允和 最后嫁给了咱们今天故事的男主角周有光 张允和就是周有光人生低谷盛开的那一朵爱情之后 1933年的4月30号经过八年爱情长跑的两人决定将关系啊 小小的再跨进一步 结婚 婚后周有光和张允和一同前往日本 注意啊 他们此次赴日不是度蜜月 是为了学习 这里有一个情况要说明一下 当时周有光为什么一定要去日本呢 因为上大学那会儿呢 周有光就对经济学是情有独钟 而当时在日本有一位经济学家 同时又是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先驱者 他的名字叫做和尚赵 周有光十分仰慕这位教授 因此啊 就非常的积极的想要去他所在的大学学习 结果等周有光顺利来到日本呢 事情又有变化了 这个和尚赵啊 被逮捕入狱了 周有光根本就没机会认识他 但来都来了 总不能什么都不学就回去吧 于是乎周有光还是决定留下来 转学什么呢 语言文学 两年之后周有光结束了日本的留学之旅 回到中国 就在此时周有光的人生 也迎来了一个转机 他得到了一个去美国工作的机会 而正是这一次美国之行 让他见到了一位大人物 谁啊 正是节目开头咱们提到过的那位 爱因斯坦 那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在纽约安顿下来之后 周有光的一位老友 同时也是他的单位的一个老领导啊 叫何莲找到了他 当时何莲呢 正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客座教授 与爱因斯坦恰是同时 有一天老友聚会闲聊之时 何莲告诉周有光 我那个同事爱因斯坦呢 他有很多的空闲时间呢 他特别想找人聊天啊 他是一个画廊 你愿意去吗 一听这话周有光毫不犹豫的说 当然能有机会和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聊天 我非常之愿意 我现在就去 最好是这样 结果何莲还真就带着周有光啊 去找到爱因斯坦了 爱因斯坦非常随便 他在聊天 你跟他讲话 好像老公友一样 一定没有价值的 我们的起书都是比较讲究的 他在传很随便的过程 这我的印象 我的意义都比他讲究 想知道当时他们聊了什么吗 其实一开始啊 他们什么都没聊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周有光不懂啊 他热衷的经济学 爱因斯坦又没有兴趣 没聊两劲啊 爱因斯坦就不说话了 要么坐在那发呆 要么就闭目养神 眼睛都不睁了 这不就是咱们现在常说的 大型射死现场吗 是不是 而且还是跟爱因斯坦 哎呦天哪 简直奇妙之极 是不是 为了不让场子冷下来 周有光尽可能的 就多找那爱因斯坦 感兴趣的话题来聊 结果呢 效果不理想 最后爱因斯坦开口了 而他接下来说的这些话 给周有光一声 造成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爱因斯坦说了什么呢 他说 我明白你心里的想法 你不用刻意没话找话 虽然我在和你聊天 但我的脑子并没有休息 可你看起来却在白白浪费时间 我想告诉你一句话 人的差异就在业余 每个人的业余时间很长 我计算过的 任何人出生到60岁 除了吃饭睡觉之外 实际上工作时间并不是很长 平均大约只有13年 而业余时间更长 基本上有17年 通过业余时间的学习 完全可以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 听完爱因斯坦的话 周有光犹如醍醐灌顶 他暗下决心 一定要凭借自学 学到更多的知识 后来他每天一下班 就到纽约的公共图书馆去充电 周末还去大学听课 不肯浪费一点时间 再后来国内形势又发生变化了 1949年 上海解放了 上海解放之后 仅8天 周有光就毅然决然地放弃了 自己在美国的 所谓的更好的前途 和舒适的生活 回到了祖国 回到了上海 他知道新中国最缺乏的 就是经济建设 自己学了这么多年的经济学 正是报效祖国的好时候 回来之后 周有光一边任新华银行的秘书长 一边在复旦大学经济所任教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他这个经济教授 经济学的教授 却突然接到了 全国语言文字改革会议的邀请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怎么下结束 会后单独谈话 领导的什么要求 让周有光大吃一惊 起草汉语拼音方案 又是什么让他备受质疑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正在为您解密 1955年 新中国诞生不久 很多问题急需解决 其中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是 当时全国的文盲和半文盲 占到了总人口的80% 这个数据太吓人了 群众的文化水平 将直接影响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高瞻远瞩的毛主席 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当年的10月 周杨决定召开一个全国文字改革会议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 经济学家周有光被周总理亲点餐会 为什么会叫他来呢 咱们来听听当事人的说法 为什么叫我的大家会呢 因为我虽然搞经济学 我业语啊 喜欢也就业语学文字学 周老说自己业余研究 那真是谦虚了 其实周老在圣约翰大学学的就是双专业 主修经济学 复修语言 我1923年就进大学了 到现在差不多 差不多有八十多年了 一到教会学校 就第一状事情很有趣味 他给我一个卡片 卡片上面写了我的名字 还有一个拼写法 他说你将来到我们的学校里面 任何地方要签名 都要按照这个评写法来写 为什么要做呢 就是一种管理 这叫做字母管理法 许多档案都是按照这个字母 他按照字母查 一下就查出来了 否则就不方便 大学毕业之后 他还写了不少 关于拉丁化新文字的论文 还有前面我也说了 周老结婚之后 和妻子张允和 一块去了日本 本来想学经济学的 结果阴差阳错 又学了语言文学 再后来他去了美国 一边工作的同时 还利用业余时间 学经济学和语言学 那新中国建立之初 周有光还经常在上海的 语文知识杂志上 发表研究各种 不同文字类型的文章 简单介绍字母的历史 所以周老能够参会 那绝对是凭着实力的 不过让他自己没有想到的是 会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就这样周有光就留在了 北京开始负责 汉语拼音方案的起草工作 这个工作最核心的问题 就是一个 那就是拼音呢 该用什么字母呢 有人提出 既然是咱们中国人的拼音呢 当然得用咱们中国人 自创的字母 而当时 还是中国老大哥的苏联方面 则提出希望中国能够 和苏联同步用斯拉夫字母 而周有光呢 他既不同意方案A 也不同意方案B 他提出了方案C 用拉丁字母 原因是通过对比了各种文字的优点和缺点 他得出了一个最终的结论 拉丁字母的社会性流动性最强最大 采用这种字母 才能够真正的实现与世界接轨 周有光的分析的确在理 事实上吧 世界三大字母体系 拉丁字母 阿拉伯字母 斯拉夫字母 西方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啊 用的都是拉丁字母 不过改革呢 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即便是最好的选择 也仍然有反对的声音 自从决定采用拼音拉丁化 汉语拼音方案之后 不断有人找到周有光 提出反对意见 其中在中国其中的外国字母 那些中国话 那是一个荒唐的想法 当时的他不光要面对外界的反对 家人和朋友的反对 也是接踵而来 这其中意见最大的 就是他的连锦 谁啊 就是前头提到了一嘴的沈从文呢 他说这个中文怎么能够拼音呢 我说我在写文章 我根本不用编 我就打拼音的哈子就出来的 他说那不行 中文一定拿手写 后来他很快改变了他的这个看法了 这样有好几个 都是这个中文水平很高的人 因为这是一个习惯问题 沈从文不用多介绍了吧 那在当时也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大家 连他都这么极力反对此事 可见周有光的这个决定在当时引起了多大的反响 那个情况那就叫争执不断呢 最后争来争去 这事儿也还是毛主席拍的版 他就说这个拼音文字呢 是从外国来的 是罗马文字 对吧 那么有些人认为外国东西就不好 写错了 他说我们 我们的这个火车飞机不是从外国来的吗 现在你们不能坐飞机坐火车 不是说外国人就错 他是对的 好的东西我们都接受 拉丁文字是好的东西 我们就接受了 在毛主席的知识之下 汉语拼音终于定了大致的研究方向 用拉丁字母 确定了大方向之后 周有光就开始了具体的制定工作 结果呢 就在这个实施阶段又碰到新难题了 我们知道中文博大精神 很多字的读法呀 都不止一个 而字母只有26个呀 周有光就发现 好像不太够用嘛 于是乎琢磨来琢磨去 在多方搜集资料之后 周有光提出一个解决办法 要不再加字母吧 没想到 这又引起了一场 轩然大波 26个加5个 它主张就是我们要 按照汉语的特点来 做这个拉丁平衡方案 但是拉丁字母呢 那么汉语大概有特点 所以呢我们就很汉语特点 所以就加字母 最早是这样定的 这个定了以后呢 再回上引起争论 争论以后呢 大家觉得 这个有个问题 就是说 增加字母大概定有汉语的特点 但是有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家来 可能用起来不太好用 因为我们原来原来没有 你跟外国人交往 人家也不明白 学起来也不好学 所以经过讨论以后 还是我们看来不能随便乱动 一样的拉丁字母的体系 26还是26 所以最后讨论以后呢 就是还是就把这个 这种增加字母的办法弃掉 而英文字母 就属于拉丁字母当中的一种 也就是说咱们呢 汉语拼音方案 借用的就是英文字母 那么肯定又有人会问了 那既然用的是英文字母 怎么跟英文字母的读音 差别怎么那么大呢 英文是ABCD 我们是阿波斯德 这事有点复杂 简单来说呢 就是咱们先有读音 先有这个语音呢 后才有的拼音的写法 就是说字我们都会读啊 但是不会用拼音来写出来 不会用拼音表述 这个大家能明白吧 所以呢 我们是根据读音 随后开发的拼音读法 那各位可能又会好奇了 那以前没有拼音呢 大家伙都是怎么学字的呢 这个古人有自己的法子 有两个法子 一个是直音法 这个很多人可能熟悉啊 这个不知道大家上学那会儿 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学英文的时候 碰到不太会念的单词 就用中文在下面标记读法 Score 就是思库偶 其实这也算是直音法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 夏天的夏和上夏的夏 是不是一个读音呢 那这两个字就可以相互注音了 你先学了哪一个字 就可以在后学那个字的下边 写上这个字 你就知道怎么读音了 那还有第二种方法 叫做反切法 就是用两个汉字 来给另外一个汉字注音 第一个字的生母 和第二个字的孕母 以及声调拼在一起 就成为了这个字的读音 描述不好理解 举例子 我拿孤这个字举个例子 古人怎么给他注音呢 孤字你不认识吧 下边写 孤胡切 你认识这个孤字 就拿孤字的生母哥 再加孤字的孕母 孤 再加它的声调 搁在一块 就变成了 歌 吾 孤 你看看 是不是孤的读音呢 当然古代是没有这个汉语拼音字母的 我是为了方便大家理解 所以用这个拼音字母表示 总而言之呢 咱们的汉语拼音的这个字母的读音 其实就是根据之前的读音 来演变过来的 所以呢 自然跟英文的读法是不一样的 好 回来咱们再说周有光 1957年10月 周有光和同事们捧出了三年来的辛苦的成果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1958年2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 同年汉语拼音成为全国小学的必修课 有专家估算过 汉语拼音不仅使汉字有了规范的读音 还使学龄儿童能够提前两年阅读啊 而现代汉语拼音的成功创立 还使得西方字母变成了中国汉字的一部分 从此中国人再也不需要再和其他非英语国家一样 设立专门的电脑输入键盘 或者是被迫放弃电脑输入了 这一切都要感谢周老了 当然除了感谢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学习周老学到老 活到老活到老学到老的这种精神 别荒废时间 多做一些对己对人都有意的事情 多学点东西 多了解一点世界 比如说你可以多看看书 或者多看看咱们的节目 好 今天节目就这些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和抖音号 江西卫视经理团企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